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道例子啊 我们刚才谈的例题是非常的简单 就是说公司目前已经是目标资本结构 然后未来都是保持这个稳定的资本结构 所以我们的负债很好求 就是拿净基金资产 乘上一个目标的负债比重就可以了 对吧 但是如果在考试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会考我们 就是目前的资本结构啊 可能不是目标结构 但是未来我们要调整到目标资本结构 是吧 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啊 那我们可以结合例题来看 他告诉我们说假公司是一家从事 生物资药上市公司16年12月31号的股票价格 是每股30元 为了对当前的股价是否偏离价值进行判断 公司呢准备采用股权现金流量法 来评估每股股权价值 有关的资料给我们了 就是第一个资料是说 16年每股的净基金资产30元 每股的税后净 税后基金经理论4块钱 但是预计未来保持不变 那等于说就是以后每一年的净基金资产 和税后基金经理论都是这个30和4的 是吧 然后第二个资料是告诉我们公司当前的目标 当前资本结构就是负债的净基金资产比呢 是70% 但是为了降低财务风险的公司要调整资本结构 并且已经做出公告 目标资本结构呢 就是要降到50% 但资本结构如果高于50% 它是不分配的 那么多余的现金要首先用来归还借款 这块大家要理解一下 什么叫做多余现金 因为我们给大家讲过什么叫实体流 那么实体流指的是企业有了收入以后 要弥补成本费用 还要弥补必要的投资 然后剩下的可以给所有投资人以回报的流量 这是实体流量 对不对 那么既然实体流量是可以给债权人和股东回报的流量 那他现在就要考虑什么呢 就是说他是说呢 这个公司啊要不要分股利呢 首先要看一下 有没有降到目标资本结构 如果你没有降到目标资本结构的话 那我们如果有多余现金的话 要先来还款 所以其实这块就是可以这么去谈 在这种当前还不是目标资本结构的情况下 可以就是说可以用来给所有投资人回报的流量实体流 但是我们所谓的可用来还款的多余现金 是吧 那我们什么叫说 可用于这个还款 有多余现金 怎么来算 那我们首先实体流是可以给所有投资人以回报的这个现金流量 那我就拿实体流量 但是你要注意要先什么样啊 你得先帮我去支付这个有关税后的利息 你要帮我先去支付这个利息的 因为利息啊 是契约约束 哪怕你是亏了 你都要给我去支付利息的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首先要先考虑利息的这个支付 所以要减去一个税后的利息 这是我们谈的可用于还款的多余现金 然后把这个的如果有剩余 我们可以用来还款 还完款以后还有剩余 才能够用来发股利 它只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可用来还款的多余现金 实际上指的是这个数 实体流要减去一个税后的利息 然后他会说企业采用剩余股利政策来分配股利 也就是说你有剩余才能够分股利 未来不打算蒸发或者是回购股票 净负债的税前的资本成本率是6% 未来保持不变 然后你看他给我一个提示 就是说这个财务费用 它是按期初的净负债来计算的 我们在前面谈对于利息怎么确定 考试的话 他如果不特质 一定要给我利息率的 那么就是说这个利息率给我的话 我们如果没有说是按期初负债 那就是按期末负债 但这要提示你按期初负债来计算利息 然后股权资本成本的提示 我们17年和18年是12% 但19年级以后是10% 公司适用的税率25% 然后我们看他要求让你计算 17到19年的每股实体现金流 每股债务流量 还有每股股权流 然后还让我们第二 让我们计算16年12月31号的股权价值 判断公司的股价比高估还是低估 首先我们来看 我们要想算实体流量 你就想我得有税后基因净利润 我还得有净基因资产增加 对吧 然后债务流量呢 我们是得有税后利息 然后得有净负债的增加 股权流量的话 其实可以拿实体流减去 这个债务流就完了 对吧 或者你也可以用简化公式 就是税后的净利润 减去所有的权益增加 但实际上我们一般 有了债务流量一减不就完了吗 就很简单 那我们先来看计算这个实体流量 那么计算这个实体流量 因为它让我算17年到19年的 首先我们看2016年 它这是G7的数据 然后2017 2018 还有2019 然后我们的这个公式 应该是拿这个税后的经营净利润 减去一个净金资产增加 税后经营净利润呢 这道题它是告诉我们 我们未来的这个 每年的税后净金净利润都是4块钱 所以我这个都是4 全都是4 然后呢要减去净金资产增加 那我们先来看它净金资产吧 然后它是告诉我们这个公司 未来的净金资产都是保持 每股30元不变 所以每年都是30对吧 每年都是30 但是我是要得到是一个增加的净金资产 就是本年和上年相比 所以171819 本年上年比都是0 那要这样一来 你看我们第一问 让你计算17到19年的实体流量 就太简单了 那我们这个实体现金流 我们算结果17年就应该等于4对吧 18也是4 19也是4 所以实体流是非常简单的 现在关键要考虑的是这个债务流 那么债务流呢 是要用税后利息减去净负债的增加 所以首先我就要考虑它的负债 因为要算利息嘛 那么我得有负债 净负债增加也得有负债 所以我要现在想办法得到我们的负债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公司当前的资本结构 也就是16年的结构 净负债和净金资产是70% 但是为了降低风险 要调资本结构 要把目标结构要给它降到 多少50% 是吧 所以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你看我们这个 比如说还是2016 2017 2018 2019 这么4年 净金资产 我把它放在这里 净金资产 它实际上给我了 都是30的 对不对 全都是30 然后呢 它是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负债比重 是比较大的哈 我目前的净负债啊 是占到了百分之多少呢 70% 所以16年 16年是70% 所以我应该拿30 乘以70% 我可以得到16年 净负债的是多少 21 但是17年 我们是希望以后 是要降到50% 但是关键在于 你能不能一下降到 就是一下降到15 从美股21降到15 关键要看你的多余现金 是不是足以能够 藏款债务 那么你可以这么去想 如果我从21要降到目标负债15 我得有多少多余现金呢 我得有6多余现金 那我们现在关键就要看 我有没有多余现金 那么多余现金计算 我们刚才也谈 应该拿实体流量减去税后利息 对吧 我现在就要看17年的多余现金怎么样 我先得到这个税后利息哈 然后呢 这个税后的利息啊 它是拿这个净负债 乘上利息率 乘上一减税率 而且提示我们是按年初 对不对 因为它在题里面告诉我们 这个负债的利息 按期初负债来算 然后税前成本率是6% 那因此我们这个 有关负债的利息这一块 17年的利息我好算了啊 就是拿期初负债21 乘上利息率6% 我再乘上一减去所得税率 我可以把我的税后利息算出来 那这个通过计算 我们得到这个税后利息 比如这个算的结果啊 我算的是0.945 税后利息是945 那么如果是这样 那么大家跟我来看多余现金 就是我能够 有多少钱可用来还债 是吧 可用于还款的多余现金 可用于还款 的这个多余现金 我们看是不是足够 可用于还款多余现金 我们刚才也给大家一个公式 就是拿这个实体流 减去税后利息 对吧 就是把这个实体流啊 你给我减去一个税后利息 所以像我们这要提 实体流我们刚才已经算了 就是4对吧 我就拿4减去这个0.945 所以我可以得到我们这个 有关多余的现金两个意见 那就相当于就是 这个相当于是3.05 啊 055 就是不到的结果是3.05 然后你可以想 我们的这个净负债 七出是21 我要想降到目标资本结构的话 应该是希望目标是占到50% 对不对 那你要降到15 30要15 你就从那个 从21降到15 21降到6万多余现金 但是我现在多余现金够不够 不够 那怎么办 他告诉你有多余现金 优先来还款 那今天是要来还款 所以大家想 我这个净负债怎么办 没办法 因为我的多余现金不够 不足以还款 我只能是有多少还多少 所以21减去3.055 这样可以得到我们 还款以后的这个净负债 比如我这样一减的结果就17点 17点多是吧 之前是945吧 那么你想我们什么叫股权流量 股权流量就指的是 要把这个 就实体流量减去 税后利息减去 这个有关 我们所谓净负债增加 才是给我们这个股权的 这个回报 你现在没有剩余 对不对 就没有剩余 所以股权流它应该是零的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就按公式来 就是股权流呢 应该是拿这个实体流 减去税后利息 还要怎么样 加上净负债增加 要注意它是要 因为我们 这个债务流 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 像这条题的话 因为它我们求 这个有关的流量 那我先把债务流得到 那我的债务流量等于什么 债务流量 就是用税后利息 减去 净负债的增加 对吧 那像我这条题 税后的利息 是0.945 减去一个我们的这个净负债的增加 那净负债的增加 实际上就是用的期末负债 17.945 减去七出的21 是吧 然后这样一来 我可以得到债务流 其实就是等于4了 这说明什么呀 就是企业实体流 全部用来给这些人回报了 那因此我们2017年的股权流呢 那股权流就是0呗 对吧 因为我们的债务流是4 所以那你可以想我的股权流 我就写在上面了 写不下了 股权流那当然就是用的实体流减去 债务流 那就应该成了0了 对吧 用你前面的那个实体流 减去债务流嘛 是这样的 然后当然再帮我看18年的 那么18年的话 我们首先也是先看他这个 就是可不可以有足够的现金 把这个负债给我降到目标负债15 因为其实要把这个17.945 降到目标负债15 我只需要 2.945的多余现金 那这个多余现金我们就要算一下 多余现金关键是要得到税后利息 那么税后利息根据七出的负债 比如17.945 我乘上利息率6 再乘上1减25% 我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税后利息 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算贷的结果 这个税后利息 比如算是0.808吧 所以我们的这个 可用于还款多余现金 是拿实体流减税后利息嘛 那就是拿4减去0.808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是3.192 这个3.192是不是就足够了呀 因为你要把这个17.945 要降到什么呢 要降到目标的这个负债15 我这一看 它足够降到的 那么既然是足够降 你就不要全还了 因为我们是降到目标资本结构 有剩余就可以发鼓励了 所以其实剩余的部分 你就可以给股东来支付 那我只需要把它降到多少 降到15万就行了 是吧 所以就想给大家提示什么 就如果你多余现金 不足以把它降到目标结构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那个负债额 就是用你的那个 期出负债减去你的多余现金 就是可用于还款多余现金 但如果你的这个 算还多余现金 足以把负债 降到目标资本结构 及以下 那么你的负债就是目标负债 对吧 然后呢 那么我们这个 就是这个负债是15 那么然后大家看那债务流量 因为债务流量是用税后的利息 减去净负债增加 那么当然你就可以用这个税后利息 比如像我们要提 0.808 减去净负债增加 就是15减去这个17.945 是吧 负负为正 它就得到一个流量 然后也是 我们用实体流减去债务流 就可以得到你的股权流量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股权流量 18年是这样 那么19年其实也是这样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19年的现金流量 同样是这样 而且19年就可以简单一点 因为大家发现什么了 18年已经是目标资本结构了 所以我们未来的 就保持目标结构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就和我们前面讲那道题 就是公司如果目前是目标资本结构 那未来就非常简单 我就始终保持就行了 就无所谓什么多余现金还款了 我就保持目标结构 保持目标结构的话 那我这个负债还是赚15万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这个税后利息 就是用的期出的15 乘上我们的利息率 6%×1-25%这样得到税后利息 然后我们这个 就是有关债务流 那就是我们的 这个就是税后利息减去 净负债的增加 由于它负债没有增加 负债是零吧 那就是税后利息 就是比如说给股权的回报 给在线人的回报 而这个股权流呢 你就能拿实体流减去一个 这个税后利息就可以了 是不是就减去一个股权 债务流就可以了 上这样一个思路 对吧 其实这块这道题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特意 其实是把以前的一个考题改了一下 就是17年的时候啊 因为这个时候啊 我们是第一年 可能它的这个 机器的负债太多了 所以我的多余现金还不够 不足以把负债 降到目标资本结构 那这时候 我的17年的期末负债 就是拿你的那个期初负债 减去我们的这个 就是可用于还款的 全部的现金 对吧 就是减去多余现金 但是你看到了18年 我们这时候的负债 就是我的多余现金足够多 足以把这个债务啊 偿还到目标资本结构 几以下 那我就很简单 那它的负债就是 目标的金负债 对不对 那大家可以跟我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答案哈 你看首先我们这个 税后金 净利润 它是搞我每年不变 这是几只条件 对吧 净金资产也是给我的 30也是一个条件不变 但是我们要算实体流量 我们是要考虑 税后金 净利润 减去一个净金资产的增加 是吧 要减去我们第三行 这个净金资产增加 所以我的实体流 是拿第一行减去 然后我们这个净负债呢 因为它是提示我们 2016年当前的负债率啊 是70% 所以我这个净负债 我们是利用这个30层上 给我的负债比重 这样可以到我起初负债的 然后我们看17年 17年这个负债 它是怎么来的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要看 因为它是给我的融资政策 是多余现金 首先用来这个还款的 所以我们多余现金 我们也给大家强调的计算 它应该是拿这个实体流量 比如这个第四行的实体流量 这是第五行净负债 第六随后利息 我的多余现金 我们是要拿实体流量 要先减去随后利息 就是你要考虑 多余现金先来还款 那我多余现金 是要把利息要先扣的 所以多余现金的公式 是用实体流减去随后利息 这样可以得到我多余现金 那么我们这个多余现金 我们这一减 比如这个2017年末是3.055 然后大家就要注意什么呀 多余现金能不能够 足以把这个 就是我们要把负债 给它降到目标资本结构 是不是足以能够 这个 就是这个资金是不是足够 能够把负债降到 这个目标的负债比重 那么如果要是 像我们17年是不够的 是吧 也就是说 我们做题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多余现金 就是不够 是吧 什么叫不够呢 就是不足以 将这个期出的负债 是吧 不足以将期出负债 降为目标负债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你的多余现金是不够 就或者说不足以 把期出负债给我降为目标负债 因为我们这要提的期出负债是21 你要给我降到目标负债 因为我们这要提的目标负债 是不是15啊 你要把21降到15 得需要6万的这个 就是多余流量 而我们的多余流量 只有3.055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多余现金不够的情况下 我们这时候的 这个期末负债的计算 是吧 我的期末负债 它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 我的期出负债 减去一个 你的这个多余现金 因为不足以降 所以我们没办法 那就只能有多少 就还多少吧 因为它多余现金先还款 我们这个政策是强调的是什么呢 就是多余现金 优先来还款 就用政策 然后呢 大家看 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净负债 就是17.945的计算 就是拿什么呀 G7的21 减去一个多余现金 3055 是吧 所以这个17.945的计算 我们实际上是用这个 是根据这个公式来的 就是期出负债 21 减去多余现金 3.055 这样得到17.945 然后净负债有了 然后我们这个净负债的增加 那就是本年减上年 那就17.945减下21就可以得到 然后债务流量的计算 我们是用什么呢 是用这个税后利息 第六行的最后利息 要减去一个什么呀 净负债的增加 减去第八行的净负债增加 是吧 但是我们 我感觉今年他如果在这块考的话 他就是 自己检验自己的错误了 有点 我感觉这块 可能算上实体流量 也就我们今年 因为他的书上的 立体的债务流量 他其实是算错的 是吧 应该是拿这个 税后利息减去净负债增加 但他是 那个减 税后利息减净负债 那就不对了 然后就是 债务流量 你就只有税后利息 归属于他的收益 是税后利息 减去应该我承担了净投资 所以减去净负债增加 这样可以得到债务流量 然后我们 债务流量有了 是吧 那我们这个 股权流量 有第十行的股权流量 那就拿实体流量 减去 债务流量 不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是谈的有关 这个17年 那大家帮我看18年 18年的话 你看其他还是一样 就是我的这个 债务的这个利息 我们先要考虑利息 这个利息 0.808 他是用什么 用七粗负债 因为我们这条例题 他都是用七粗负债 他提示我们的 根据要求来的 就是七粗负债 乘上一个我的利息率 就是6% 再乘1减25% 那我们18年七粗 17.945 我已经有了 对吧 所以乘1% 乘1减25% 就可以得到 既然税后利息有了 我的多余现金 同样可以算出来 然后3.192 然后你就想 我们的七粗的负债 是多少 17.945 我要是给他降到 目标负债的话 其实只需要2.945 就够了 但是我的多余现金 是3.192 足以还债 所以那大家可以看 我们第二种情况 就是多余现金 足够了 什么叫多余现金足够 就是把前面那个 布置你给我滑掉 就是说他是足以 将这个七粗负债 降为目标负债 既然多余现金足够 那我们就不要 把那个多余现金全还了 你降到这个目标负债 就够了 多余的部分 你还给我分股利呢 是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我们这个 负债的 这个确定 在这种情况下 就如果多余现金 足够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七粗负债 大家要注意一下 你七粗负债啊 它就等于你的目标负债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问题 就是 如果多余现金 足以把这个七粗负债 降到目标负债 级以下 我们就不要多还了 就要降到目标负债 就足够了 是吧 那你的负债 你就是目标负债 那既然负债是目标负债 那我们就 就简单了 是吧 那你剩下的 底下的计算 就和刚开始一样了 然后到了19年了 你都不用去算了 为什么 因为18年 已经降到目标资本结构了 以后我就全都维持 目标资本结构 所以呢就和我们前面 讲那种 就是说当前已经是目标资本结构 那么未来 由于你的这个 进金资产是30 我的进负债 我还是保持什么呀 就是目标的这个 这个比重 占到50% 是吧 所以就是和前面计算就一样 对不对 就是这样 然后呢 大家可以跟我来 再接着来看啊 就是由于我们这个题 比如说 假如你不怕麻烦 你自己想 那我2020年呢 2020年的最后 金融认保管还是4 是吧 进金它都不变 这话还是 十年还是4的 然后在我 因为始终要保持 目标资本结构 我们的利息已经固定了 都是用期初都是15吗 0.675 你可以去想一下 所以这个税后利息减 进负债增加是0 所以我的这个 债务的流量 其实就恒定了 是0.68 我的实体流也恒定 债务流也恒定 那你想的股权流 是不是也就恒定了 2017年股权流是0 就是说我全部都还了债以后 给股东啊 没有剩下了 对吧 但到18年 我们就有0.25 到19年呢 就是3.32 以后都是3.32 就相当于是我们的现金流 是这样的 就是说到 这个17年是没有的 是0 是吧 然后呢 18年呢 是0.25 然后到19年 是3.32 然后 20年以后 全都是3.32 是这样的 还有一点要注意 责限率 不同阶段 要有考虑不同 责限率 那它是提示我2017到18年 它告诉我们这个 责限率都是12%的 股权资本分12 那么我们17到18之前的 责限率是12% 然后18年以后 也就是说从19年开始 是吧 它是告诉我们 19年及以后 年都是10% 我们资本分 它上是一个发生额 就这一年的成本 所以19年的年初到以后 都是10% 所以我要画这个图的话 就可以说 交易从19年的年初开始 一直到以后 都是10% 所以我在计算的时候 我们在把18年的流量 往前扯的时候 那么你应该是按照12% 两期的复利限值 但是我们再把就是19年到无穷年 这个3.32往前扯的时候 都应该按照10%A除以2 永续年金 对不对 然后呢 再往前扯的时候 要考虑12%的两期复利限值系数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 责限的现金流量模型 其实考试的话 这个现金流量的这个编制啊 主要就这么两种情况 一般来说实体流量没有难度 那么实体流量 是税后经营经济论 减去净经营资产增加 所以这个问题不大的都是按销书百分比法 那么难度在于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算债务流的时候 他是要把这个税后利息减去净负债的增加 那么这个净负债 是多少取决于你的筹资政策 那就要看一下 他是如果是说保时和当前一样的资本结构 那就比较简单了 那你的净负债就直接拿进金资产的目标结构 大家如果说现在不是目标结构 以后是逐渐的在降 但是什么时候降到目标结构 你得自己算 有没有多余 有多余我们就 就是足以 就多余的话足以偿还债务到目标资本结构 那就简单 但是不足以的话 那你还要就是逐步去 去给它降到那个目标负债 所以大家可以结合这两个例题 就是把现金流量 其实他这个计算 从真正的地方难点 我们就可以把握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第二个考点 相对价值评估法 那么这个方法呢 是我们近年考试日 比较喜欢考的一个方法 而且他容易考我们计算题 因为我们说也是连续两年了 这块都没有考察我们了 那也许我们今年又会同提这个重点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相对价值评估法 它的基本原理 这个相对价值评估法 它实际上就是找一个参照物 就利用类似企业的市场定价 来估计我们目标企业价值的一种方法 所以这种估价方法 它所估算的结果不是内在价值 我们说内在价值是未来的流量的限制 而你这块呢是估计的是什么呢 相比较对参照物来说的是吧 是找一个参照物然后来估计 所以这样就会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找一个参照物被市场高估了 你以它为基础来估计目标企业价值 也会把目标企业价值高估 反过来如果这个参照物的价值被市场低估 那你以它为基础来估的目标企业价值也会低估 所以它是一个相对价值 而不是内在价值 那么对于这个相对价值法 它的这个基本原理应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谈 比如说我现在想买一个房子 那我买这个房子呢 就是你直接让我去估计这房子只多少钱呢 可能我不太好说 所以怎么办呢 我就找了一个参照物 找了这个参照物当然要可比的 就比如说这个房子它的地理位置 然后地段然后楼层等各方面比较类似 所以我找了一个可比的 可比的参照物的 它这个就是有关它目前这个 所谓它的这个市价吧 就是目前市场上这个房子的价格是多少 对吧 然后假设呢 我一看我要买这个地段附近有一个房子 刚刚成交 这个房子呢 比如说它价值 它卖的这个比如300万 对吧 那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个300万可不可以直接拿过来 来估算我们要买这个房子的这个价钱呢 首先我看一下 它那个房子 它之所以是300万 是因为呢 它这个房子的平米数比较大 它买的是100平米 是吧 每平米3万这样的 但是我买的房子是小房子 我只买这个40多平米的小房子 所以你直接把这个 呃 就是300万 作为我这个40多平米的小房子价格 可能就不太合适 是不是 所以怎么办呢 那我就要考虑 呃 之所以导这个参照物这么高的价钱 它可能是受它的面积的影响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市价的这个 我把它作为一个 哎 可比物的这个所谓驱动因素吧 是吧 或者可比物的这个影响的这个 影响的这个因素吧 比如这样啊 就是之所以这个 就是可比物这个市价的 是吧 比如说 它的这个影响因素 比如说面积 那么这样的话 我除100平米到每平米的价格 然后呢 你要估算的是什么呢 我的目标的这个物 是吧 那我要估算这个目标物的市价的时候 那应该怎么样呢 要考虑目标物的 它的这个这个影响因素 对不对 比如说 我的目标物的面积是多少 这样就可以估算出来 我这个目标物的 这个相对价值 是吧 所以实际上 就是 呃 相对价值模型 就是找一个可比的这个对象 是吧 那么以它的市价为基础 然后由于我们就像我刚才讲 由于我们的面积不同啊 你不能直接拿过来就做 所以我就要考虑 之所以导致它市价那么高 是由于某一个因素导致 所以我要除以这个因素 得到单位因素的市价 然后你乘上目标物的这个因素 就可以了 所以它是这样一个基本原理 那么按照这个基本原理呢 实际上我们对于相对价值模型啊 可以有两种啊 就两类 一类就是以股权市价为基础的 就是我用 就是这个参照物的这个 股票市价 然后呢 看它市价和某一个关键的变量啊 去做对比 那么我们也可以呢 以实体价值为基础 是吧 就是用这个参照物的实体价值 和某一个关键变量去对比 有这么两种类型 那我们教材呢 它主要谈的是第一种 就是股权市价为基础的模型 但有的时候 科官体里面提到 是吧 就是以实体价值为基础的模型 大家也能够理解就行了 是吧 它等于说就是把这个实体价值 和某一个我认为 影响影响的价值 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是吧 就是这样的原理 那我们先重点来看 以股权市价为基础模型 以股权市价为基础模型 我们说上谈了有三个模型 包括市盈率模型 还有市净率模型 另外还有市销率模型 这三个模型 它的这个基本功识都非常的相似 那我们可以来一块来看一下 假如说我们让你估计 就是目标企业的这个 股权价值的时候 那么你要看一下什么呢 它让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模型 它想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可比企业 因为它找了可比企业 看一下可比企业 它的股票的市价 它和某一个变量 去对比到一个单位变量市价 然后乘的时候呢 乘的是目标企业的 那个 关键的变量 是吧 就把可比企业市价 比上可比企业的 某一个东西 是吧 然后你乘的时候 就乘上目标企业这种 那我们现在看第一个 如果它考试 考的我们是 市盈率模型 那么在市盈率模型下 大家可以想市盈率 不就是市价 每股市价除以每股收益吗 所以在这种模型下 我再算目标企业价的时候 分子就是可比企业市价 对吧 分子不变 还是可比企业市价 但是分母变成什么了 那不就是可比企业的 净利润吗 是吧 或者说净收益 怎么说都行 是这样 就是市价和 每股市价和每股收益的对比 然后你乘的时候 乘的是目标企业的 这个净收益 如果他要让你算 每股的价值 那你乘的是每股的净收益 对不对 那我们是市盈率模型 那大家再帮我看 如果考试考的是 市净利模型呢 分子还是可比企业市价 但是市净利指的是市价 和净资产的比吧 所以你除的是什么呢 除的是可比企业的 净资产吧 乘的呢 目标企业净资产呗 是不是 那如果我们说 考你市销利模型 我们自己过一下 市销利不就是用市价 和消耗收入去对比吗 那他的这个 目标企业的 企业分子不变 然后分母应该除的是 可比企业 消耗收入 对不对 然后你乘的是什么呢 目标企业 消耗收入 不就完了吗 所以他的公式 是非常的简单的 对吧 就是我们用的时候 都是利用可比企业的 市价和某一个东西对比 乘的时候 如果是市盈率模型 你乘上目标企业盈利 市净率 乘目标企业的净资产 市销利是用 它这个可比企业 照一层目标企业 消耗收入 所以他都是这样一个 基本的模型 对吧 都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原理 但这个公式的关键在于 怎么去找可比企业 所以大家跟我来看 第二个 就是可比企业的 驱动因素 对于可比企业 驱动因素这一块呢 我们书上就 给了一些指标 包括本期的市价比率 和有内在 或者预期的市价比率 那这个怎么去理解 我们先看市盈率 我们先看市盈率 那么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谈到这个市盈率 我们有两个 一个是本期市盈率 本期市盈率 如果按照它的 基本原理来说 它指的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用当期的市价 比如说用零 比上当期的净利润 是吧 比如净收益 或者净利润 零 这是我们的市盈率 假设我们没有 这个优先股 那就是比较简单 要有个优先股的话 那分母可能就是 净利润减优先股利了 是吧 所以你也可以说 净收益都行 大家看就是 本期市盈率是这样 然后现在大家看 假设我们说 资本市场是有效的 如果资本市场 市场是有效的话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我们在前面谈到 如果市场是有效 假设我的股利 如果是逐年稳定增长 比如第一年股利第一 第二年股利 比如说第一 乘一家计 然后一直到无穷 然后我想问一下 你当前这个 零食点的股票的价值 是吧 我的股票价值 V 我们前面讲的是第一 比上这个RS减计 对吧 那如果资本市场 完全有效的话呢 那我们这个当前的市价 和它内在价值 就应该一致了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要是这样的话 我分子的市价 我写成什么 写成第一 比上 RS减计 而分母呢 除以一个 净利润 当然是零 对吧 然后大家再看 这个分子的第一啊 因为它这第一是零 所以我把第一 给它写成D零 乘一家计 这个可以对吧 然后分母不变 还是RS减计 这块还是净利润 零 所以你要是帮我这样看 大家看一下 净利润 的股利 比上净利润 是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股利支付率啊 所以本期的市盈率 等于什么 它就等于 股利支付率 乘上一加计 然后比上一个 RS减计 这就是我们的 本期市盈率的公式 那我们再来看 内在市盈率啊 内在市盈率 大家所以要理解 它的这个原理 是吧 我们谈到 内在市盈率的时候 它只是用 当期的市价零 比上一个什么呢 预计的净利润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们当前的这个 股票市价 为什么人们愿意 花这么高的钱去买它 它可能在乎的是 未来的收益 对不对 它就是为什么买股票 它可能在乎的未来 所以我们谈到 内在市盈率 或者说 预期市盈率 它只是当前市价 和预计的净利润去比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谈 如果资本市场完全有效 股利足年稳定增长 我的市价是等于 第一 比上一个 RS减计 对吧 而分母呢 就是净利润 一嘛 那这样的话 我就不用变了 这个在实际上就是什么 鼓励支付率 只不过是预期的 鼓励支付率 一比上 RS减计 一般来说 我们都是假设 如果这公司 采取是一个稳定的 鼓励支付率的政策 那它鼓励支付率一 和鼓励支付零 就确实是一样的了 对吧 所以从这个公式 你别管是内在市盈率 还是我们前面讲的 本期市盈率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都是受三个因素 鼓励支付率 股权资本成本 还有增长率G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本期市盈率 我们刚才谈 它用鼓励支付率 其实严谨点讲 鼓励支付率0 是吧 乘上1加上增长率 比上股权成本 减去增长率 是吧 实际上我们就是 相当于就是拿这个 鼓励支付率 乘以1加G 然后除以RS减G 对吧 那你可以看 就受三个因素影响 RSG 还有鼓励支付率 而内在市盈率呢 我们实际上就不用乘一加G了 就是鼓励支付率 比上RS减G 那有同学说 老师你看 它这块是0 这块是1 是不是就是二者是一样 不是这样啊 因为鼓励支付率 如果稳定 我们公司一般来说 你想它鼓励是逐年稳定增长 那它的收益 比如说也是逐年能增长 鼓励支付率0 和鼓励支付率1 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 本期市盈率 要比内在市盈率 多成了一个一加G 所以从这个公式里面 我们可以推出来什么呢 就是可比企业 要寻找这三个比例 类似的企业 同行业企业 不一定有这类似性 通常我们找可比企业 要找同行业企业 但是不仅要同行业 而且要这三个因素 就是鼓励支付率 股权资本成本 也是分钱的问题 还有这个增长率 要类似 而且这三个因素里面 最关键的因素 是增长潜力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 对于市盈率模型 大家在寻找驱动因素的时候 主要关注的三个因素 那我们再来看市盈率模型 对于市盈率模型 它的这个驱动 怎么来找 对于市盈率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考虑 比如说我也想要你算本期的 我想要你算一下 本期的这个 就是市盈率 本期市盈率 我们是用当期的市价 零 除以呢 净资产零 对吧 而本期的 市盈率呢 我们是用当期的市价零 除以当期的净利润 是吧 或者净收益零 对不对 那现在我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说 把这个市盈率这个指标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 它是用 本期市盈率是用 古力支付率 乘上一加计数 IS减计嘛 那么我们如果有了本期市盈率 那我就想 本期市盈率和市盈率有没有什么关系 那你可以想 我把这个指标 我就把这本期市盈率这个指标 我给它乘上一个什么呢 如果我再乘上一个 净利润 零 然后呢 分母呢 我说是净资产零 大家看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是我们以前讲的杜邦的核心指标 权益净利率啊 是不是 那如果你要是给它 这么乘一下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净利润零 是不是可以约掉 净利润零一约掉 不就是我们 左边的这个 市价除以净资产吗 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个关系公式啊 就是本期市盈率 是可以等于本期市盈率 多层个权益净利率零 那既然是多层个权益净利率 那因此它的公式 你就非常好记了 我们的本期的市盈率 你就想 本期市盈率的公式 你知道吧 我们是用什么呀 就是鼓励支付率 乘一加计 比上RS减计 那么本期市盈率呢 你就记住 多层一个权益净利率零 同理 那么大家帮我看 内在市盈率 也是一个道理 内在市盈率的话 我们是认为 它的市价是取决于 未来的净资产 所以它除的是净资产一 那么内在市盈率 我们想看它和 内在市盈率的关系 我想看它和内在市盈率的关系 因为内在市盈率啊 是用市价零 比上一个 未来的净利润一 那我把它成个什么呢 你看一下 我成如果成个预计的 权益净利率呢 如果我要成个预计权益净利率 就是分子是净利润一 分母是净资产一 这两个一层 一约不就是市价出净资产吗 所以其实我们就会有一个关系公式 你就记住 内在市盈率 要比我们的内在市盈率 多层个预计的权益净利率一 而这个本期市盈率 就是本期的市盈率 要比本期的市盈率 多层了一个权益净利率零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对于市销率模型 它的这个 可比起的驱动因素 怎么去找 同样道理 那我们首先也是 想要你帮我算 本期的市销率 本期市销率 它的原理就指的是 当期的市价零 除以当期的销售收入零 对吧 那我们这个 想看一下市销率 和这个市盈率 都是看和市盈率的关系 我们再分析一下本期的市盈率 本期的市盈率的话 我们是用当期的市价零 除以当期的净利润零 对不对 那么一样道理 我就想看 把这个东西成个什么东西 大家看 如果我把它成上一个 把分子的净利润零 我向来约掉 然后分母再加上一个销售收入零 那你看这一约 不就是我们的市销率了吗 所以可以这么来说 市销率是把本期市盈率 多成了一个什么呀 大家看净利润 除以销售收入 不就是我们的销售经历率 或者说 你说营业经历率都行 是吧 就是销售经历率零嘛 是不是 然后我们再来看 内在的 内在的是销率 我们是认为 它的当前的市价 是取决于 未来的销售收入一 那么也是想看 它和我的内在市盈率的关系 那我内在市盈率呢 当然是用市价 零 比上一个预计的净利润 一 那我只要把它乘上一个什么呢 我乘上一个预计的销售 净利率 一不就完了吗 就乘上一个净利润一 除以一个销售收入一 那你看一约不就是我的市销率吗 所以大家在把握的时候啊 就说掌握这个可比企业驱动 应用的时候你就把握市盈率模型 然后记住市盈率要比市盈率 多了一个什么呀 多了一个权益经历率 而市销率呢 要比市盈率多了一个销售经历率 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跟我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市盈率模型的驱动因素 那么市盈率模型驱动因素 就比我们的市盈率会多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杜邦的核心指标 权益经历率 那么其他三个和市盈率一样 股力支付率增长率和股权资本成本 由于它比市盈率多的是 股东权益收益率就是权益经历率ROE 那么关键因素就是我们的权益经历 那么本期市盈率的 就是本期市盈率的公式 你可以看到 股力支付率乘1加G除以RS减G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 本期市盈率的公式 那你要把分子上多成个权益经历率0 那么内在的市盈率 或者预期市盈率呢 我们前面讲内在市盈率的公式 是股力支付率除以RS减G 你帮我多成个权益经历1就可以了 所以寻找可比企业 对于市盈率模型的可比企业 要考虑四个因素 类似的企业才是可比企业 同样道理市销率模型 市销率模型呢 是要比市盈率多了一个消费经历率 所以关键因素是消费经历率 要看四个因素 但其中最关键是消费经历率 那么同样道理 本期市销率的公式 你看要比本期市盈率 那个股力支付率 乘1加G除RS减G 多成一个消费经历0 而内在市销率 或者预期市销率呢 是比那个内在市盈率 鼓励支付率 除RS减G多成了消费经历1 那么寻找可比企业 就是要看这四个比率 类似的企业 同行业不一定是可比企业 对于这个本期的市价比率 和内在的市价比率 其实我们在用来预测的时候 都是可以用的 只不过你要注意一致性原则 什么叫一致性原则呢 就如果你用的是本期市盈率 那么假设我用的是 可比企业本期市盈率 那么你乘的时候 就要乘的是目标企业的 本期的那个 就那个关键要素 比如说市盈率 这个模型的话 就是乘上目标企业的 本期的经历论 但如果你要是说 用的是内在的市价比率 那么你在乘的时候 乘的是目标企业的 预期的那个关键要素 我们可以结合例子来看 对于假企业 今年的每股收益是0.5元 分配的股利是每股0.35元 该企业经历论和股利的增长率 都是6% β值是0.75% 政府的长期债券利息率是7% 股票的风险附加率是5.5% 那么让你确定一下 该企业的本期 净利适应率 和预期净利适应率 各是多少 那我们先来看 对于本期净利适应率 我们刚才谈了公式了 它应该是拿这个 鼓励支付率 但是呢 你要帮我乘个 一加计 然后再除以RS减计 对不对 而我们的这个 预期净利适应率呢 就不用乘一加计了 就是鼓励支付率 除以一个 RS减计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面的关键 我得有RS RS的话 从这里面看到 它有β系数 也有了政府的无分险利息率 还有市场分险议价率 所以RS好说 是吧 无分险的利率 它告诉我们说 是长期政府债券利率7% 然后再加上一个β 乘上β就是我们这里面 给的我0.75了 0.75吧 然后乘上一个市场分险 议价5.5% 这样我的这个RS就有了 然后增长率计呢 它是告我们这个净利润啊 鼓励增长率都是6% 其实呢 也就告诉你鼓励支付率 它其实是很定的 因为你看 鼓励支付率是用鼓励 除以净利润 你分子分母都是同比例增长 所以鼓励支付率 你别管1还是0都是一致的 鼓励支付率 像我们这样的一提 那就是拿这个鼓励0.35 除以0.5 是吧 那0.35除以0.5 那不就是70%吗 所以呢 鼓励支付率也有了 增长率计也有了 所以我们这个本期 市盈率 用鼓励支付率 70% 乘1加6 除以股权成本 这个RS减去增长率 而这个内在的市盈率呢 或者预期市盈率 不用乘1加基 所以它的预期市盈率 是13.66 而本期市盈率是14.48 对吧 然后你再帮我接着看啊 他说宜企业和假企业 是一个类似的企业 也是可比企业 今年的实际净利是1块钱 让你根据假企业的 本期净利市盈率 对宜企业估值 让你算一下股票价值 6.1-1 企业明年的净利润是0.1.06 那你根据假企业的预期净利市盈率 对宜企业估值 对你股票价值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在算的时候 如果你用的是 我们的这个本期市盈率 那么你要用目标企业的 本期的美股的净利润去成 得到它的价值 如果你用的是预期市盈率 那你要用的是预期的美股收益 目标企业的预期美股收益去成 来得到 当然我们这条题 举的例子特别恰强 正好 就是说这个目标企业 它的这个 就是增长率 和可比企业增长率 是完全一致的 都是按6% 对这样的话 它两个结果就一样了 那么考试的时候 对于可比企业 群众因素这一块 他特别喜欢考我们这个 有关内在市盈率 或者本期市盈率 然后呢 有的时候进一步 让我们算它的一个目标企业价值 是吧 那么大家在算这个 内在市盈率 和在这个算 内在市价比例 和目标市价比 我们要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就是公式法 是吧 就我们说上那个公式 还有一个是原理 什么叫原理呢 那就说 如果你要是让我们算的是 本期的那个指标 本期的那个市价比率 那我们给大家强调 它的分子分母 都是 就等于用那个市价零 比上你那个指标的 也是零 而这个预期呢 预期的市价比例 或者所谓的内在的 这个市价比率 它也是分子是市价零 没有问题 但它除的是那个 要素的预计值 这是所谓原理法 公式法的话 就是我们刚才强调了 对于比如说市盈率 是鼓励支付率 就内在市价比 鼓励支付率 除以IS减击 本期实际率是鼓励支付率 乘一加计 除以IS减击 然后你就记住 市净率 比他们多了一个 权益净利率 市销率比它多了一个 销后净利率 而且是本期都是 乘的是零 预计都乘的是一 你就这样去 记忆这些公式 那现在大家给我 结合例题 我们先来看16年 这个考题 我们16年 这个单准题 其实很简单 它说假公司进入了 它告诉你是 是可持续增长状态 如果进入可持续增长 一系列的增长 都是按照G7的 可持续增长 对不对 然后呢 鼓励支付率是50% 权益净利率20% 鼓励增长率5% 股权资本增本10% 那你求内在市净率 那大家注意 内在市净率的计算 由于是内在市净率 我们就拿鼓励支付率 然后再多层上一个 权益净利率1 对吧 然后分母呢 除以一个 这个RS减G 是不是这样啊 首先呢 大家看鼓励支付率 它是给我的50% 权益净利率是20% 但它指的是目前的 那么由于我们进入了 可持续增长状态 净利润 所有的权益 都会和收入同比增长 所以在可持续增长段下 我的权益净利率1 就等于G7的权益净利率 20% 对不对 因为它是和收入 就是分子分母 都和收入同比增长 所有权益净利率不变 这个指标就不变 是吧 或者说我们谈到这个 它那些指标嘛 因为资本结构不变 对吧 然后我们的这个 销后经济率不变 美大率不变 前一年也是不变的 然后股权资本成本 都直接给你的10% 增长率是5% 那你套工事不就完了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 我们内在的市经率了 谢谢大家